保險契約的生效 有一般的生效要件 那一般生效要件我把它列在2-75頁這邊 後來你稍微瞄一下 會發現這個地方很明法 所以原則上 這一個區塊可以不用看 因為不會有老師在考國考的時候 出保險法這一題 去考你這個內容 因為明法已經那麼多題了 我到保險法我還在考你這個東西 然後要你去引明法回應 你可以看利益界考古體沒有老師在做這種事 可是有一個地方例外 就是政大封管所 所以如果有同學你想要去考政大封管的話 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政大封管 風險管理就是 在做一些跟保險有關的事情 它的範圍很廣 在國外其實有些風險管理 它不一定是保險公司 它可能只是幫你做一些風險規劃 它有點像是顧問公司 在台灣其實我們 台灣沒有什麼風險意識 有沒有發現 台灣比較不重視 預防什麼東西發生 我們的企業通常都是 用一種 我賭它不會發生 沒有那麼衰 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通常都用這種心態在處理 為什麼我們台灣法務 或者法尊 在公司的地位會這麼低 為什麼會這麼低 就是這個原因 不是說 鼓勵同去當法務經營 你當法務會有一些 屋子 像一間公司最重要的會是什麼 業務 因為你沒有業務就沒有錢 業務是掌握收入的來源 如果今天有 你當法務你就是一定要跟業務協調 因為業務一定說我要推某個業務 然後問法務說 這樣可不可以 通常都這樣 或是說 我業務我要去跟人家簽一個約 把這個約拿給法務看 我這樣簽可不可以 那我們法律人看來就開始 這不行 這會有風險 我們很討厭 我們知道 我們很討人厭 就什麼都不行 那就乾脆公司收一收就不要做 所以 我們就很容易得罪人 就會跟你說 那個也不行 這個也不行 業務也會覺得說 你在卡我 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依照你這樣修一修 人家不跟我們締約 等等 所以就會跟業務單位有一些衝突 那 台灣確實會這樣 就是 就看績效都是看錢 有沒有收入 但是我們比較不會注意到說 有時候如果一個法律風險發生的話 你可能過去十年都白做工 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你十年都白做工 就是公司就直接倒給你看 那 我為什麼 就是沒有去做這個防範 所以你發現 台灣其實 比較像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 你市面上 你很少看到什麼 風險控管的 那種顧問公司 不太有 所以在台灣 我們的那些風險管控 很多都是保險公司自己幫你做 因為保險公司比較了解 它就會幫你說 你企業 你應該要怎麼處理 比較不會發生火災 廠房有什麼配置 他們可能內部都會有一些 累積的資訊 可以去做一些指導 那 因為 風管這個科系 它就是在做風險管理 那很大部分就會接觸到保險 保險是一個很重要的 風險管理的工具之一 不是唯一的途徑 可是在法律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保險 對不對 我們在 有哪一部法律是讓你做風險控管用的 其實說就是保險 你要怎麼做保險規劃 幫公司去做避險 那也因為這個科系比較特別 所以它在考民法的時候 它也專注在 好 我們民法在保險契約裡面會怎麼運用 可是那是因為它的科系的 因為它不太會遇到其他的契約 它幹嘛在風管的 民法考試裡面考你買賣契約 考你租賃契約 因為沒意義嘛 我不是要考這個嘛 我重點是跟保險有關 所以在風管所的 這個研究所的考試裡面的民法 經常會有那個保險契約在裡面 它會用保險契約當作基底 去考你民法的概念 OK 所以除非你是要考風管的研究所 你才要特別去準備 我們這邊所講的 我跟你講還真的就多考這一頁 至少會有一題 在講考這個東西 除此之外 如果你要考國考 我是覺得你可以略過 我覺得可以略過 而且你不略過也會寫 民法都唸到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還好 那這部分我就不多講 那再往下看 契約內容要適當 這個適當呢 其實所有的契約都會有這個限制 內容要適當 那只是說 我們把跟保險法比較有關的規定 列出來大概就這些 比方說 內容不能違反公序良署 證民法72條規定 再來五四條第一項是什麼 違反絕對強制禁止規定 我們前面有講是要絕對的 如果是相對的話呢 就要看這個 有沒有利於被保險人 那再來呢 這個五四之一的規定 這些都是所謂的 約款無效的條款 就是說 如果有踩到這些規定的話呢 你不是整個契約無效啦 你就是那一個條款會無效 好 那這個內容是 當然同學就稍微看一下 可是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 前面我們講過的那個內容 你要怎麼去運用這些法條 那比較重要 這只是做個統合而已 好 再來意思表示無瑕失 其實這個也跟民法比較相關 只是說 它跟保險法六四條會有一個 進合的問題 這個我現在先不講 但是我先讓你有個問題意識 因為你同學想想看 保險法六四條不是有說嗎 你在契約的時候 對於保險公司 問你的一些書面 詢問的這個事項呢 你要具實回答嘛 那如果你不具實回答的話 保險公司可能會錯估情勢 他可能會怎麼樣 原本應該要聚保的 變成他承保了 或者是原本保費一個月要收 兩千塊 因為你騙了保險公司 他一個月只給你收一千五 所以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隱藏了一些資訊 導致保險公司 為一個錯誤的意思表示 這個情形呢 其實跟民法九十六條有點類似 就是說可能會有所謂的 詐欺有意思表示的問題 那這時候呢 保險法六四條跟民法九十六條之間 就可能會產生一個 法律上面規定 可能有進合的這個狀況 那他們之間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在後面六四條會講到 這邊你只要有個問題意識就好了 後面我們再講 再來二至七十七頁 違反保險利益原則 我們前面有說過了 買保險呢 一定要有保險利益 如果在一張保險契約裡面呢 你完全沒有保險利益的話 可能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這個保險跟賭博 沒有辦法區分的這個狀況 會影響到保險制度的本質 那下面有一個研究專題是信用受險 信用受險就是那個保額的問題 就是你幫債務人去投保一個受險的時候 你的保險金額的約定呢 是不是要以債權額為限 這個我們之前上課也有講過了 這個內容只是文字化而已 同學就自己再看一下 我們就不多講 再來看二至七十九頁 這裡是所謂的二義負保險 可是我們在講二義負保險以前 我都會習慣先跳到後面去講超額保險 超額保險呢 在我們講二至一百三十頁 同學可以先往後翻 它的體系比較不一樣喔 我們剛剛講二義負保險的那個章節 是保險契約的生肖條款 生肖要件啦 也就是說有一些情形呢 如果你沒有達到的話 契約會無效 那如果有另外一種情形是 所謂的如果你有產生這樣的室友的話 你的契約反而會無效 所以在前面我們剛剛講的 生肖要件的那個章節裡面 如果後面那些室友你有構成的話 契約是會直接無效的 會無效 可是超額保險 我們現在要講這個章節 它是在後面 就是契約條款呢 保險契約呢 有時候會發生效力上的變動 那如果構成超額保險的情形呢 是契約當事人可以去解除保險契約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契約當然無效的規定 所以它是在不同章節 那因為我往後跳說 我怕你loss掉這個點 所以你可以翻到二至一二九頁 這個是保險契約權利 義務與效力的變動 那如果有構成 比方說二一超額保險 具體說明義務的違反 危險之間 義務通知義務的違反 特會條款的違反 或者是停效跟副效 保險契約的效力 可能就會從有效變成無效 不是無效 就是有效變成什麼 被撤效掉 就變塑及失效 或者是說停效 或者是說所謂的副效 它效力會產生變動 那我們前面那個副保險那個章節 是有這個事有出現 就直接無效了 你不需要為任何的意思表示 契約就會當然的無效 所以它在不同章節裡面 有同學要留意一下 那我們先講後面這邊 那個所謂的超額保險是這個概念 講義先都不要看 回家再看講義就好了 上課先聽懂比較重要 想要聽懂你看講義就會很輕鬆 沒有我講義面前應該自己面也蠻輕鬆吧 講好像不聽我上課你就看不懂一樣 說明 說明 感谢观看